人家說行行出獎玩 聖地可惜誰人知道 照片打完大小行 走對著鄉天的腳步 來去行啊來 嘿 今天來到貴寶地 帶大家來到板木絕堂 沒有押韻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要看寶物在這裡 來 歡迎我們的達人 阿里山下的溫暖手作 在木頭的香氣裡沉浸心靈 打造專屬幸福的木作藝品 木作奇蹟 百木學堂 好好玩喔 這是什麼 這是舌骨 舌骨 對 舌骨 所以這也是你們做的嗎 對 這我們做的 就我們參考網路上的影片 然後自己綁座一個 對 太強了吧 看網路就會做 而且在家可以隨時想要 悄悄打打就有這個迎接 對 很療癒耶 不過我發現你們這邊太多寶物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 我剛剛一直很注意這個 因為我會發現很多人的家裡 如果有擺這種 這是心筋吧 對 心筋 心筋會讓我們覺得 心神會比較鎮定的感覺 對 壓箱之寶 可是我發現它有不一樣的地方 它不是誰的呢 對 它是用1.5米的鋁線 然後每一行是1條鋁線去完成的 它沒有斷 每一行沒有斷 沒有斷 真的不簡單耶 每一行都是用1整條鋁線去製作 心筋260個字 再加上落款 耗費的心力可想而知 旁邊還有很多有趣的物件 也是蔡老師的作品嗎 這邊都是 這都是 他喜歡玩複合美財 對 複合美財 對 複合美財 對 會發現是用一些廢棄的 這是湯匙嘛 對 這是湯匙 然後這是手錶放大件 好酷喔 所以是放大優點縮小缺點 然後也叫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很棒 人生不要什麼事情都看那麼清楚 對不對 然後這個應該也是履歇 這個要遮很久耶 還可以拿一個脫帽 大家好 這還可以脫帽耶 對 好強喔 還有這個啦 這是電話耶 對 欸 阿蘿阿 你快來玩公司嗎 我收到了 它是一個燈 對 它插電其實是會亮的 將老東西注入新生命 電話變成燈 不僅傳遞訊息 還要照亮世界 還有右邊湯匙 左邊放大鏡 象徵著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都是富有寓意的作品喔 這一個是 都是手錶耶 對 因為我們希望說 有些人手錶 壞了它可能就放在家裡的抽屜 對 可是我們希望說 如果手錶可以讓它變成一個裝飾 甚至是一個新的東西 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在收集手錶的時候 真的有朋友 他把他不要的手錶拿來給我們 所以我們做好的時候 他發現 我的手錶在上面 他很開心 真的耶 他原本沒有用的東西給我們 之後他有個新的生命的東西 這個是無價之寶耶 這個我知道 這就是用湯匙 叉子下去做的 對 可是這個也很費實啊 對 它只有一根螺絲 在這裡 只有一根螺絲 對 其他都是湯叉去完成的 哇塞 你看到了嗎 所以那一陣子我們就是 跑回收場 跑一些賣湯匙的 那些賣湯叉的那種餐具店 這個光構圖 你知道構圖多 它還可以動耶 不會吧 我以為它只是擺著 不能動 它能動耶 淘汰掉的鐵製湯叉 變成了帥氣的重心機車 哇 全部只用了一根螺絲 充分體現了 畫腐朽為神奇 傑克啊 真是太神奇了 看看這個展示台上的作品 就知道我們蔡老師的創作能力很強大 廢話不多說 我們先來體驗一下 我覺得齁 我真的要銷完這支筆 要三天的時間 那需要一點耐性 不過我覺得是很好的事情啊 因為現在的人都太忙碌了 太焦躁 太急躁了 所以才會有那麼多社會案件 所以你可以看 今天我們這一群優秀的人 我現在看到現在最小的小朋友 弟弟 弟弟 你為什麼會來學這個 你跟誰來學的 對 因為很有趣 我跟阿姨來評估 你跟阿姨喔 阿姨是 是阿姨嗎 那你是覺得做這個很有趣喔 是 什麼樣的有趣 削木頭 那你有做過什麼作品 筆 筆喔 這個嗎 木工車原子筆 木工車原子筆 就是我剛剛看到那個 很多那個鋼筆喔 對 你會做那個 會 那我要叫你老師了 你會做那個喔 好棒喔 真的很棒 阿姨 那你怎麼會想要帶小朋友來 然後我就自己有學戲木啊 就是也是木工這樣子 就是做一些椅子啊 小櫃子這樣子 椅子櫃子喔 對啊對啊 超讚的耶 所以你家裡有很多自己的作品嗎 是啊 就覺得說這個蠻紓壓 而且讓小朋友可以在暑假的時候 來材木學長這邊 學一些手作工業 可以練習一些走了精巧 其實是很好 現代人啊 最需要的就是紓解壓力 所以呢 很推薦大家來體驗不同的生活型態 我右邊有個美人喔 我們來問一下美人 你今年幾歲啊 國三 八八十八歲 八十八歲怎麼會差這麼多 問看看是怎樣齁 國三耶 國三現在不是都很多課業繁重的時候嗎 你覺得 在這邊做手作會讓你紓解壓力 因為其實國三就是 念書考試 念書考試 真的蠻煩的耶 所以你覺得做這個會讓你比較 放鬆 心情比較安靜 所以消完以後你就會很好念書 校長是不是 運作主任 導師 考數學嗎 應該沒那麼可怕 也不過真的蠻好玩的啦 老師我這樣削可以幾個嗎 我這樣削多久它可以變成筆啊 去完樹皮之後 我們就可以先鑽洞 先鑽洞 先鑽筆心的洞 好 所以大家期待 我待會完成我的筆 把削好的樹枝 從正中央鑽個洞 而這個步驟就是要將筆心放進去 最後再用電燒筆 刻上美美的字 就大功告成啦 不過聽說還有更有趣的作品 要介紹給我看喔 小婷就是再來看這一個 看這一個 對 我知道啦 有我 這顆筆心 這顆筆心 老師 你台灣來拿筆心會說 不錯耶 其實木製的皮箱也是非常精緻耶 但是我都沒那麼重耶 這個有 你做筆心會看嗎 特別的 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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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玩具 怎麼可 欸 我有看到輪子耶 所以 老師我們算太粗秀了吧 不不 這樣子玩 這樣子玩喔 不是 這樣太簡單了 看我們這沒什麼童年 你知道 它是一台 你在變魔法嗎 對 它可以打開來 它變成一台車耶 這邊有一個地圖 喔 地圖 對 城市 地圖車 對 然後還有其他的 交通安全的號製 我是沒腳 苦過的價值 我不知道這什麼意思 我都忘記了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我知道了 這叫紅綠燈 還有呢 讓 意思就是說只要看到鄉庭走在旁邊 請你要讓一下位置 好 你給你看啦 我夠可愛啦 這個打開 不是只有車道而已喔 還有一台台的手工小車 各式各樣的車種都有耶 很難耶喔 也有很多很多的車道 看看這個復古的彈珠台 還有自己就能玩的桌球 最厲害的 就是都可以自己親手做出來喔 今天真的是大開眼界 來我們那個老師 老師我們的業位喔 亮亭啦 我覺得很不簡單 因為一般人對於木頭的想像就是硬嘛 對 樹就是距離 但是可能就是會有涼爽的感覺 那你擺在家裡就是一個家具 一個硬邦邦的東西 可是你沒有想到原來透過巧手 透過巧思 透過自己動手的DIY 你可以做出一整套的銅丸 還可以做我們剛剛自己做筆 你想像的無限空間 包括你有一個矮凳想要自己做 你想要做一個特殊尺寸的家具 對 都可以看到你的雙手喔 所以呢 不要再把自己關在家裡面 讓自己走出來 多方學習 美學生活 從這一刻開始好不好 謝謝我們的業問 我們的亮亭 來接受我們的採訪 謝謝你囉 我們的達人 那我們今天的來去看看來 成功 看似冰冷堅硬的木頭 只需一點點的巧思 就能重新賦予新生命 別走開喔 後面還有喔 好耶 請 好了啦 這樣可以的 我一定沒辦法接它的啦 有了 有了